一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慕思维 墨语金金 一千三百集 张凡笑着摆了摆手 没什么仰仗不仰仗的 我和大庚村有缘 我想帮大庚村这个忙 另外呢 我对墓葬里面的东西也很感兴趣 虽然这次我放弃了 但是将来的某一天 我或许还会回来 一开始 张凡追求墓葬里面的东西 是因为心中贪念 而现在 他对于墓葬里面的东西 则是浓浓的兴趣 因为 他手中有着一个 与墓葬里面宝贝一模一样的东西 从小辫子的实力来看 他身后的族群 一定是一个强悍的大族 这便说明 墓葬里面那个青铜盒子宝贝 绝非是反品的 联系施工队吧 争取明天就可以开工了 这 张先生 您不是说 让我尽量地延长工期吗 我拖一些日子 这岂不是更好 那小辫子虽然当着咱们的面说 他不会逗留 而要回族群 但是我感觉他并没有离开 他很可能在尼瓦镇的某个宾馆里面待着 监控施工的动向 他心底很清楚 你不愿意和他回去 他现在正猜测 你很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来拖延工期 而首当其冲的 并是延后开工 你不能坐实他的猜测 如果坐实了 那今后的施工过程里 他会紧紧地盯着你 而你如果一开始表现得十分积极 他就会掉于清心 以后的施工过程 他也就不会盯那么紧 如此一来 你在施工过程里故意拖延一些时间 以此来达到拖延工期的目的 岂不是更加名正言顺吗 听到张凡这么一番话 姚村长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恍然 好 那就按照您说的办 我马上打电话通知他们 嗯 你通知吧 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我也该走了 说着 张凡便站起身来 听到张凡的话 姚村长紧跟着站起来 要不 您再多留几天呢 您这一走 我这心底着实是不安呢 哼 没什么不安的 那小辫子男子 想让你心甘情愿跟着走 他不会伤害村民 也不会伤害你的 行了 不说了 我得走了 说完 张凡便转头 朝姚村长家的外面走 还没几步呢 姚村长在后面叫道 张先生 您稍等啊 怎么了 还有什么事 您之前给村里面那些钱 是远远超过修路的成本的 我想跟您一起去镇上 把多的那一部分钱 从卡里取出来 还给您 说着 姚村长便从抽屉里面 翻出了银行卡来 不用了 你争取把钱都用上 让这路啊 比其他公路更好 实在用不完呢 等修完了路 把剩余的钱和村民们分了 我这话点到为止 如果你再继续要给我钱 就说明 你不把我当朋友 可是 你是真不把我当朋友啊 姚村长话没说完呢 就被张凡打断了 嗨 我怎么可能不把您当朋友呢 你是我们村 最好的朋友啊 既然这样 什么都不用说了 走了 张凡摆手 直接出了姚村长的家 出了村子 搭了个车 直奔平山 回平山的路上 张凡把在尼瓦镇的事情 都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 他总结出了几个问题 通过种种迹象表明 整个大庚村 被包含在一个阵法里 张凡仅仅获得了一些个 阵纹的线索 并不知晓 这阵法到底是一个什么阵法 另外 小辫子男子 至始至终都没有说 那两块蚌尸肉的作用 只是让姚村长好好地保存 虽然他说这话的时候 习从平常 并没有表现特别的重视 但张凡感觉 这两块蚌尸肉绝不简单 没有千年到行 无论是蚌尸的肉还是鳞片 都进化不到那种地步 还有 整个村子 被阵法包围的同时 也被念力包裹 这种 只存在于活人身上的念力 居然出现在了一个 没有人修炼念力的村子里 这也让张凡不解 他决议 下次再来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三个问题 都搞清楚 两个多小时 张凡回到了家里 进家的时候正是晌午 刚刚打开院门 便闻到了一股肉香 从屋子里飘出来 张凡也是饿了 快步走向房间 一进门 便看到方好明和黄青云 在餐厅里面涮火锅呢 凡哥 回来了 凡哥 两人从餐厅里面探出头来 向张凡打招呼 给我拿副碗筷 调好调料 我马上过来吃 张凡一边脱衣服 一边说着 好嘞 黄青云痛快答应 张凡脱了衣服 到了餐厅里面 坐下来 吃了几大口肉 喝了几口啤酒 怎么就你们两个 没带你们的女朋友过来 闻言 方好明和黄青云 互相对视一眼 方好明呵呵笑道 我们两个 是吃散伙饭的 纪念一下 听到这话 张凡脸上浮现出了 一抹疑惑了 散伙饭 什么意思 你们两个 闹矛盾了 没有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两个就打算搬了 不在这住了 你们怎么回事 上次就说要搬 我苦口婆心才让你们留下来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你们怎么又懂了 这样的念头 张凡的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无奈 方好明呵呵一笑 有些不好意思的 脑脑脑袋 那个 凡哥 我想和张力住在一起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